当代人的生活总是一吃脱不开干系 看电影的时候可乐加爆米花是标配 追剧的时候书片饼干停不下来 就连生病了也总想等着病好了再来一杯奶茶 病从口入啊兄弟姐妹们 错误的饮食不仅让人变胖 还可能治疏各种慢性病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那些医生眼中的垃圾视频 看看你最近吃了没有 在医生看来食物种类虽然很多 但是稍不留神就会踩上健康风险这颗地雷 第一种食物是油炸烧烤食物 油炸烧烤食物的特点是都离不开高温 高温之下食物会产生致癌物质 本冰比 比如烧烤 烧烤的烟雾中就含有本冰比 高温下会进入食物当中 其次在烧烤的过程当中 食物质 食物油脂低落在炭火上 形成的焦化产物 经过热聚化反应 也会形成本冰比附着在食物上 还有油炸烈的食物 油脂加热时间越长 产生的本冰比也就越多 而本冰比属于一级致癌物质 相关的研究表明 本冰比与消化道癌症 肺癌 肝癌 等多种癌症相关 而在饮食上 食物中的本冰比的含量达到一定的剂量 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第二种饮料是奶茶 碳酸等饮料 一杯普通的奶茶的含糖量 就达到了35克 一罐可乐的含糖量 相当于12块方糖 市面上多数饮料含糖量都比较高 如果长期喝 会增加许多疾病的风险 根据中华居民战士指南2016的建议 成年人一天内 糖的摄水量不要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 长期糖分摄入过多 不但会加速衰老 导致体内胶原蛋白流失 使得皮肤变差 增加周围和斑点 还会引起肥胖和内肥米失调 提高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痛风等疾病的风险 可谓是伤变全身 第三类食物是 薯片 爆米花等零食 薯片和爆米花都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 然而 这类零食非常容易引起发胖 因为含油量太高了 薯片的含油量在30%左右 而爆米花的含油量也不低 每100克的爆米花 含油量就达到了44克 油脂摄入过量会增加消化不良的风险 导致胃酸和胃丹帆酶分泌过多 进一步会增加慢性胃炎的风险 其次 油吃太多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每天多吃15克油 每个月的体重会增加700到800克 另外呢 油脂摄入过量还会引起三高 心脑血管疾病 得不偿失 第四类食物是 腌菜 腊肉 腌脂类的食物中 盐分含量高 这就导致 鸭硝酸盐的含量超标 超高 鸭硝酸盐 可在胃酸的作用下转化为 鸭硝酸胺 鸭硝酸胺是强烈致癌物 长期食用过多 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而且 腌脂蔬菜的许多营养会被破坏 例如 卫生素C 长期用腌菜代替新鲜蔬果 容易导致人体维生素C缺乏 增加节食的风险 腌制食物中 盐分过多 高血压等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也在增加 垃圾食品呢 加速碎老 会让人上瘾 这类食物 明知道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可还是有很多人 对其 欲罢 不能 在2020年的欧洲和国际飞旁会议上 西班牙 纳瓦拉大学的一项研究公开发表 研究显示 使用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比如薯片 爆米花 锅把等食物 会导致衰老加速 在人体的细胞内 有一种叫做端粒的物质 它是颜色体末端的一小段 简单的DNA 蛋白质复合体 端粒就像细胞的年轮一样 它的变化反映了细胞的复制历史 以及复制的潜能 细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就会缩短 端粒消耗完了以后 细胞就会进入衰老凋亡状态 而每天吃三份以上的超加工食品 端粒长度缩短的速度呢 就会加倍 研究人员分析了886名参与者 时间长达19年 与最低摄入超加工食品的人相比 那些长期食用的人呢 端粒缩短的可能性增加了29% 40%和82% 另外 垃圾食品吃多了 还会增加称隐性 研究发现 人的大脑中有一个机制 叫做奖励系统 当一个人吃垃圾食品的时候 大脑会释放一种 让本人感觉良好的物质 包含深丁地质多巴胺 一旦形成这种固定的机制 就会让垃圾食品产生的多巴胺 高于其他食物 长此以往 人们就会越来越喜欢吃垃圾食品 停不下来了 那么 如何才能戒掉垃圾食品呢 戒掉垃圾食品 不等于完全禁止食用 我们要讲究科学的方法 首先要增加食物的类型 增加食物的总类 改变食物的结构 能够有效地吸食掉垃圾食品的摄入量 而且 新式的饮食结构 可以增加新鲜感 这样可以将垃圾食品摄入量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其次 要有意识地去对抗 食物上瘾的机制 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摄入量 和时间节点 通过逐渐减少的方式 将垃圾食品称隐性 逐渐降到最小 最后呢 要改变垃圾食品 作为自我奖励的手段 有的人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呢 会暴饮 暴食 来减轻压力 交而久之 会成瘾 想要改变 就要将自我奖励的方式 转化到其他领域 学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减压 进而代替 对垃圾食品的依赖 本质上来说 对垃圾食品的依赖感 导致了很多人 越吃越想吃 只有采取有意识的行动 诸步克制内心的欲望 才能改善这种状况 要相信自己 能够做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